一个甲族的强生,至少需要三代奴隶,第一代增足够多的钱,完成原色几类,第二代都足够多的事,靠去共鸣,这三代强强连引,建立阵营,今天来逛寒城故城,文苗城黄苗,张远复两条大街,花椒悬奈,羊肉活络, 这些来故城都能看到,咱都不介绍了,咱都没人住的乡子,看不一样的故城,明庭时期,韩城有把大家族,手牛学长,顶阳胡邓,生意这边全国,又金丝巨人公圣,一天散备救死柳名,又西北威夷正远王杰, 卸家有五字等科,一目三金丝,一巨一公圣,卫家有福字宇寺,卸家吃了十一个金丝,卫家吃了十二个,抗戏私气,朝廷韩城管员特别多,当时有个设法,朝班扇,扇班韩,韩班谢威,藏在小箱子这些故宅, 每个背后都有甲族传奇,可惜现在现为人质,最上都是喜欢文化, 实际爱的却是吃喝玩乐,韩城又理事又文化, 但来的游客不多,避不过风华学悦, 这里是韩城,斯马迁故乡, 昨天晚上,吃起羊肉活络,羊肉糊粑, 山西美食都自贪睡, 吃一顿能报一天, 外籍人来小花不料, 向凤羊自由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